木瓜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冬夜龟舞推理系列之 再生魔术之女 故事开始小白和老婆来到一个领养机构 她和老婆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他们想要领养一个 小白一直在担心自己够不够资格来领养孩子 这里的负责人小美告诉她 她一定会符合这里的要求的 这个孩子的领养要求 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这似乎话里有话呀 小白也没怎么听懂 小白夫妻离开后 小美看着桌子上自己和妹妹的合照陷入了沉思 这天小白邀请小美吃饭 主要是谈谈领养孩子的事情 小美告诉她如果领养 她还必须符合几项要求 爱孩子有经济基础家庭和睦 夫妻双方都健在还不能有千科 只要这里面有一项不符合要求 孩子就会被带走 小白想了想表示自己好像都符合 然后她递上一张支票 小美却表示自己并不是想要这个 这是服务员上了一瓶红酒 小白一看 这正好是自己喜欢的牌子 不觉中小白认为自己和小美真是趣味相同啊 接下来的聊天中 小美说的话题也都是和小白可以聊得来的 小白很惊讶 而小美却坦白说自己对她做过调查 这是对领养人必要的了解 虽说如此 小白还是对她产生了兴趣 隔天妻子为了感谢小美 也为了证明自己能成为好父母 特意邀请小美来家里做客 闲聊中小白误会小美对她有好感 于是她趁妻子哄孩子时送了小美一瓶香水 正当她准备进一步探讨时 妻子回来了 她也只能作罢 为了弄清小美的想法 她再次找到小美 而小美却自顾自得和她说起自己的妹妹 七年前妹妹死于一场入室抢劫 警察的调查结果是外国人作案 而她认为妹妹死于男朋友之手 她曾和妹妹相约一起去给父母扫墓 妹妹也准备告诉父母关于自己男友的事 小美专问男友是谁时妹妹却卖过关子 没有告诉她名字 之后妹妹被杀 她不相信警察的调查 就自己从妹妹体内提取出凶手的精子 然后她利用技术体内怀孕生下了凶手的孩子 而那个孩子就是小白领养的那个 也就是说 等孩子长大后 只要做个亲子鉴定就可以找到凶手 小白听完后吓坏了 因为她就是那个凶手 她也知道小美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 回到家后 她劝妻子放弃那个孩子 妻子当然不同意 内心早已崩溃的小白 最后只能选择跳楼自杀 而小美则是在暗地 淡然一笑 也算是为妹妹报仇了 所以说做了坏事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坏人自有报应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蛋以上告诉我们下期再见